众里寻他千百度 莫然回首 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小培 一日不见如鸽三丘啊 教授 好巧呀 您也在这里 你在看宋朝礼节的营造法事是吧 这本书我也拜托过 所谓殿阁用二材二气之三材 厅堂用二材一气 余无为一材一气之二材 教授啊 这些理念我不太了解 那以后有什么不懂的地方 尽管来问我 千万不要客气 教授您看 好 这个歇山顶建筑啊 分为重园歇山顶 和丹岩歇山顶 重园歇山顶是九级顶 寓意九五十岁 只有皇家才可以享用的特学 教授 时间不早了 我得先走了 下次再请教您 下次再请教您 教授再见 优美艺人 清阳惋惜 邂逅相遇 舍无缘心 小培 小培 教授 你辛苦了 谢谢 不客气 这是我为你做的一首诗 请小纳 教授 我突然想起来我还有一点急事 我都想起来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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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培 一球无价宝 难得有情了 你回家的路有五丈量 往后余生一人 孔教授 我们俩是绝对不可能的 小培 走吧 小培 等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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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么多天你都跑到哪里去了 我找你找得好辛苦啊 你好 你今儿孔教授吧 同学 你可曾听说闭门不肯定情 吩咐梅花自处长 我只听过君子不多人所爱 什么意思 你听着 认知是我女朋友 请你以后 不要再骚扰她 孔教授 我们颜料 猪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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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however 我 emotions